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这是财政委员会呢 今天邀请了行政院的主计总处 主计长陈淑姿 还有审计部的审计长陈瑞敏呢 率领所属的单位主管来列席业务报告 那么会议一开始 国民党立委王红威就手拿着标语 写着民进党党救命前 好之后呢就跟包括顾国文 还有李昆成因为财化法的修法 互杠起来一起来看 今天是要选第二月北京 两个月前 国民党民众党 绑架全民的组议算 绑架全民的组议算 两个月前组议算就可以复委了 但是那时候国民党 民众党完全不成组议算 绑架组议算 绑架组议算 郭国文来了 郭国文党开的组议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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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看到的是公事跟华事 日前召开了联席董事会 决定会共同来投资一家新创AI 还有活动执行公司三千万 而国民党立委赖石宝他质疑说 最后是不是要靠着政府来挹注资金 等于进一步来掏空国库呢 这么多钱都是明知明高 一定要讲清楚 公事啊 华事啊 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一起要成立AI公司 那这个里面的效益评估做了没有呢 我看也没有 然后这个傅元会 他在担任总经理的时候 他也亏了一塌糊涂 那现在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 看起来只是想的 到最后还是靠政府的挹注的资金 完全是政府在出钱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进一步会掏空我们的国库啊 这其实是我们外界非常关心的啦 公司是公管集团底下的 公管集团是文化部所属的啊 是文化部指导的啊 那这个我们要向文化部来追究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出来 就是要成立AI公司 这个要成立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成本效益评估 要向外界讲一下嘛 然后如何的把资本收回来 这个很重要 基本上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决策的依据 是什么 这个太重要了 你现在来讲的话 丢这么多钱都是名字名高啊 要讲清楚 立法院长韩国瑜将来 召集朝野协商要处理三项的人事案 那么在野党要凭修法 终结NCC主委翁伯宗万年代理主委 要让这位绿美小弟正式下台 但是呢绿营却是作弊上官 被解读是要顺水推舟 刷掉蔡政府的人马 提名自己的赖家军 那国民党立网红威就说啊 连卓奎自己都不肯背书 却让在野党做坏人 不过蓝白都誓言 这个人事案会省好省满 不会中了执政党的轨迹 被控过年花 四点一万高价海鲜礼盒送人 却有广电媒体公司买单 虽然蒙博中澄清绝无此事 但是新竹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 恐怕连蒙博中自己也没想到 这桩检举案恐怕成了他的毕业代表作 因为在野党联首要修NCC组织法 封杀行政院的巧门 让代理主委温博中 无法再无限期的代理下去 要让温博中正式下台 只不过若是修法过关 NCC委员只剩三人 地狱和意志机关门槛的四人 恐怕因为人数玄缺而停摆 可是绿营自己都作弊上官 因为被解读 就算是这些蔡政府留下的NCC人士 被封杀 赖清德刚好可以顺水推舟 提名自己的赖家军来闯关 初步绿营背后的算盘 在野党扬言一定会审好审满 不会因此中了赖清德的计 这也使得下周立法院长韩国瑜要召集的 人事案朝野协商已经风雨雨来 不是直接把名单硬塞到我们交通委员会上面去 我认为这样不但不尊重 而且其实推荐的人选也是另外一种的煎熬 终于涉案僵局才刚落幕 NCC考试委员 司法院政副院长和大法官等 三大人涉案即将登场 朝野又要展开另一波对决 其中正义人选应该是坦然接受外界检验 不然像是台湾经年董座吕正章 上人三天忽然闪辞 就知道其中的水有多深 更别提被拔关的中游前董座李顺兴 连交接都不愿意出席 传出高嘉瑜接新兴百货董座 胃眼都先轰动了 只看出执政党的吃相难看 记者综合报道 姐妹们总烦到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录全效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检战 期间 两次 检易 检易 原本 副 简易 误 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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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